嗯,不错 不过,杀个250并不代表真正的强力 那怎么才能强力呀 强力不是靠嘴说的 杀了他 嗯,为什么 你不杀他,他长大后就会杀你 我恩与联盟天生就是死地 绝对不能留下活口,快去 你还在犹豫什么 这样的你,如何变得强力 这不是我俩的强力 我就想保护我的朋友就够了 你这么做是错的 我没错,是世界错了 你错了 MT,哎,现在强力又有什么用呢 什么,怎么了,这么没精神 MT走了 大小姐,您看,谣言都传开了 就差让部落也知道我们的丢人事了 岂有此理 竟然说我和我的老乡好 串通修改工会DKP牟利 我什么时候有老乡好 大小姐,您是在意创开DKP呢 还是在意老乡好呢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大小姐,您,您略带老人 你,您略带老人 哦,别别别别这样 我们说正经了 大小姐,您略带老人 大小姐,这个谣言可能会危及到您会人的位置 以及工会以后的发展 一定是那四个家伙搞的鬼 未必 都是一个工会的 这种谣言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 反而会阻碍他们的眼睛 那会是谁 暗夜男,是不是你干的 唉,我说 您就算是要栽赞 你得找个靠谱点的 那么是你散布的谣言 大小姐 我就差和您一块睡了 哪有什么机会去散布谣言呢 你,你也真的老流氓 啊 嗯 你来得太晚了 抱歉 路上耽搁了些时间 算了 我听国族们说 那个突驴发现了什么线索 嗯 的确是这样 他怎么说的 把他的话原封不动地给我重复一遍 不行 实在记不住了 我不要听地中海语 早说嘛 那个突驴说 他跟踪您的老乡好道 你们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 您不是让我重复原话吗 唉 这个词可以不用重复 嗯 那个突驴跟踪您的 到米莱西尔港后 发现他与一个神秘的人会面 并且交给了他一些东西 随后那个神秘人就上了去黑海岸的船 再之后 我就遇到了那个突驴 本来打算继续登静 结果遇到了部落的偷袭 这么说 那个突驴知道这个神秘人长什么样子 目前看来 的确是这样 我们去找这个突驴 我去找这个突驴 找我什么事 原来是这样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 回家种地去 不如你和我们一起去升级好了 路上也算有个半 算了 我现在没心情 谣言了 在我看来 又是你们耍的花样 我们才不会无聊到散布谣言的程度 况且这对我们的计划并没有什么好处 反而会影响大局 今天叫你过来 就是想把这个谣言平息 怎么做 如果谣言 如果谣言持续下去会影响我们进居如火之心的步伐 而且大小姐的脾气必定会对此置之不理 不过我们身为联盟第一大会必须要对大众有个交代 你们的意思是 没错 这也是你唯一可以做的 你说叫我离开 我就要离开吗 你别无选择 不然就只能让那个丫头骗子把会长的职位交出来 你们当初把原会长逼上觉悟 现在又想着会长的职位打什么主意吗 只是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问题而已 况且别忘了 当初你也参与了 要怪就怪原会长太懦弱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为了公会能在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 好吧 不用说 这群怪物想干什么 气死我了 连怪物都知道谣言了 哦 我都不知道您还会才能忍语啊 黑狗 少爱我教脑 否则否则 嘿 正做点 你看我 没脸没皮 天下无敌 我 我到不了你 你那 那境界 哦 是吗 你还太嫩 哎呀 这个战士真笨 不会用假死吗 你 你懂个毛 什么 你不服气吗 我们过两周 真好 让我发现一下 哼 小呆子 让你尝尝局报的威力 人呢 放个冰冻陷阱 先假死 骗呆谁过来 大爷饶命 哦 嗯 怎么认识